他就MASC R.C.N. 好 他的概念 我的一個朋友在紐約大學 他非常瞧不起這個 但是他是ICCV的Best Paper Best Paper 他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我們物件偵測出RO來 他是進步從ROI裡面分背景跟前景 他訓練的Network 分前景跟背景 把前景切出來就這樣 盧同學這樣知道嗎 MASC R.C.N. 他就是一個MASC 然後框起來裡面去分前景跟背景就這樣 效果非常好 第一名 就是Best Paper 醫學很多人就用上去了 而且他這樣切 物件其實切得非常精準 他的概念就是我物件偵測出來 然後我想知道物件真的邊界在哪邊 他就訓練一個另外一個網路 把它切出來 知道了嗎 那網路就在這裡 好 那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網路 我抽特徵 一直抽 然後變小 變小 可以嗎 我們的一個CNN架構是這樣 你把它想成這個樂高 我一直覺得CNN是一個樂高 可以嗎 你可以怎麼湊 兩個樂高給你 兩個樂高 這就是CNN 兩個樂高 湊起來 這叫Auto-Incore 可以嗎 Auto-Incore 好 這是串連 可以嗎 如果並連呢 就這樣擺 這樣 這叫Unit 可以嗎 還有怎麼擺法 這上下擺了 對不對 還有一個平行這樣擺 好 這是 Generator 小張 變大張 這邊大張變小張 這是 另外一個Generator 跟那個Crecrimator 就是那 Discriminator 就是Game 了嗎 去衝 來 我 接下來講 就是說 你可以看很多就是看你們創意 說不定你們異業跟那個化學畢業的 對不對 聽到我們在講 Entropy 對不對 結果Entropy可以這樣用 對不對 說不定它可以 化學都出來 來 我們看這要怎麼用 我們的所有CNN 都是一個很大的特徵 一張影像 變 小小的 一個叫做Call 所以這個Call是原小於原來的Image 對不對 你 對 你換尾這樣可以嗎 所以有人在問說 其實你就可以問好奇心 我為什麼不能多一個 小再變大 對不對 小再變大 那這是AutoEncore 然後Game 我就是 小變大 就是 然後這邊就是原來的影像 然後我輸出還是原來影像 可以嗎 輸出還是原來影像 這可以做什麼 就我們的Encore Decore 編碼器 解碼器 我給一張影像 畫原來影像 我可以做壓縮 對不對 我可以做壓縮 對不對 然後 就有人想說 那為什麼我大小要固定 我又不能更 更大 就是超解析度 Super Resolution 就我 原來的解析度 小小的 沒有辦法 我在放大的時候 無視針放大 就是 拿CNN來做Super Resolution 明白 了嗎 可以嗎 那 有人問說 我為什麼 Input進來 對不對 我Input進來 為什麼不能不一樣 墨內的話變 彎古 對不對 我可以默奈化變黃谷 就是變成現在的深層 對不對 可以嗎 聊了嗎 就深層網路 這邊的話 一樣 網路架構 你可以看起來 就是這個 左邊的 這邊是放大的 放大 然後它只輸出結果是 背景跟前景 背景跟前景 它只是做背景跟前景 那你要深層 房谷跟墨內 就是變成另外一張 真的圖 其實架構都一樣 然後呢 我資訊從 只有橋過來 對不對 聊了嗎 那 如同學 你的辦公室是在台北嗎 是還是什麼 高雄是 高雄大樓 對不對 可以嗎 假如兩棟大樓 對不對 可以嗎 對不對 那兩棟大樓 你可不可以只能經過 地下室這樣過來 如果我可以建起來 不是更好嗎 對不對 這是十樓 我也喜歡十樓的男生 或女生 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這樣 平行坐 對不對 是不是效果會更好 所以我這網路 我為什麼不把它拉過來 資訊拉過來 所以你會發覺 我要做效果更好的話 就把這邊 這樣拉過來 可以嗎 看得到嗎 這是 這邊是 downsampling 這是assampling 然後如果我純粹資訊過來 會效果不好 我再把它 中間的層再拉過來 平行拉過來 效果會更好 那事實上 不只平行 我可以往下拉 或往上拉 好 這個就是mask RCNN的架構 有了嗎 好 你可以看 繼續演化下去 那我要 譬如說 我這給一張圖 我想產生火車 我又給火車 對不對 那火車有多少種 高鐵是火車 捷運也是火車 會冒煙的是火車 對不對 同學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還可以condition conditional game 我再加conditional 給一個文字 或一個句子 對 所以我可以再加一個context進去 對不對 有了嗎 我可以根據圖跟文字 產生六張圖 對不對 弄到最後咧 幹嘛需要文字我文字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只要文字進來 我不用圖 我可以自動產生 對不對 我圖就是 收集大堆 幾萬張在裡面 我根據文字自己去挑 對不對 那就是接著發展 所以 這樣了嗎 就是你們看起來 Diffusion game 或是什麼 Diffusion Diffusion model Diffusion它就是這樣 那 game最大問題就是 我給你挑 就是它 綜藝 幾萬張 它永遠綜藝那幾張 可以嗎 它原意跳來跳去 就讓它跳幾張 然後最大的問題是這樣 Diffusion game 它可以從裡面 比較不集中 所以它做得比較好 聊了嗎 這就是 你會發展下去 很恐怖 很恐怖 所以我最近常常說到 同學或學生給我的 或是 就是那個 美女都是假的 對不對 就是 我們的 李 思青 同學說 Diffusion 對不對 我一個學生跟我講 怎麼判斷 那個美女是真的 或是假的 怎麼判斷 他都不看臉 對 這是什麼 手指不適的 他說 他都不看臉 然後 他說他指距離還非常高 來 那這邊我就不講 Diffusion Diffusion Diffusion